温哥华有个奇怪的现象 单身男女互相看不上 今天是从女人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温哥华的一些男人让女人失望 我采访的嘉宾说 为什么在园居地能干神勇的男人 到了温哥华就武功全废 做起事来前怕狼后怕虎 拿不起放不下 他觉得这个阴盛阳衰的地方 使很多男人变得琐碎小气 不敢负责像小女子 女人却生猛洒脱如男人 这个对大龄单身女的采访 是我几年前做的 收在我的书 温哥华一百位华人移民的真实故事中 这个故事 如果我现在重新采访 他讲的可能就不一样了 所以呢 我就来口述他的故事和他的观点 从来没有结过婚 已经人到中年 谈过很多次恋爱 遇到的男人各行各业的都有 他可以算阅人无数了 他对男人早就失去了兴趣 觉得自己不需要男人了 每次见到他总是精神饱满 行色匆匆的样子 开一步保马车 很忙碌的像个女强人 说到婚姻 对于他来说似乎是遥远的事 他说我没空交男朋友 也懒得交 忙着呢 要做的事挺多 他说我要照顾妈妈 他半身不随 在医院护士总是给他吃镇静药 说他有忧郁症 我带他去找医生检查 医生说他没有忧郁症 在医院我不放心 我打算接他回家 他妈妈常年住院 他早晨要去送中药 中午有空的话 也要去送午饭 等到把妈妈接回家 要做的事情就更多了 他来请人专职来家里照顾妈妈 但自己要做的事也不会少 没人会愿意帮我照顾妈妈吧 他说处理工作的事情 和照顾妈妈已经让他身心俱疲 哪有闲情意志去交男朋友 他在家里布置的很讲究 一尘不染的 他怎么有时间收拾家 他说请终点工来做情节 他是美食家 很懂生活享受 有时会专门开车去 黑雷瓦克去吃美食 他还在佛教机构做义工 放假时专门去美国禅修 45岁从来没结过婚的他 为什么有时间做义工 却没时间交男朋友呢 在我的追问下 他就说实话了 受不了琐碎男人 温哥华很多男人 小眼睛 小鼻子 小嘴巴 我受不了 三十六四之前 他还是想找个伴的 有时会跟男士出去吃饭 遇到过几位斤斤计较的男士 去哪吃饭 男士会跟他说 这个餐厅的点心 六块九毛九一个 那个餐厅的是七块九毛九一个 有的时候 男士会说 A餐厅吃饭五十元 B餐厅五十五元 但B餐厅比A餐厅多了这个 那个菜 所以呢 要去B餐厅 听了这些比较 总是有点头大 他觉得太无聊 还有点菜 有些男士 点菜时小心翼翼 生怕花多了钱 我是女的都比他大气 请朋友吃饭 尽量吃得痛快 他觉得要么不请客 要么别太小气 对于想AA制的男生 他说 如果正常的朋友 那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但是如果他追我 还想AA制 那就免谈了吧 我不如在自己家吃 他收入不错 出去吃饭 也自己付得起钱 吃男人请的饭 不是为了占便宜 他觉得 男人要有承担 还遇到过 已婚男人的追求 男人一直向他诉苦 说自己在婚姻内受折磨 但没胆量离婚 最怕的就是分家产 还遇到过爱猜疑的男人 他个性比较强 做人独立 遇到事情都自己处理 不麻烦男人 这就让跟他谈恋爱的男人 很没有安全感 觉得hold不住他 我不喜欢讲长电话 男朋友就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总是打电话来问 你在哪儿 干什么呢 有时候还怀疑他有别的男人 他却从来不问男朋友在干什么 男人受不了他这种女人 感到自己不被需要 他觉得很麻烦 没有信任就不啰嗦了 丰富的恋爱经验中 唯有一个男友相处是最好的 那是在温哥华读书的时候 大学时代认识的男朋友 男朋友比他小两岁 他从来不问男朋友去哪儿 跟谁在一块 男朋友开始的时候觉得不习惯 很奇怪 后来就觉得很舒服 他们的恋爱一毕业以后回国 而无疾而终 认识很多中年移民来的男士 放不下架子 总说以前怎么好 在温哥华不能重新创业 也不能投入到社会中 他看过一个移民故事 讲的是一个黑人博士 在原居地 有高级的车和好的房子 生活的很不错 来加拿大后 半年都没找到专业工作 因为要养家 他就暂时放下 找专业工作的这种想法 去做清洁工 边打工边进修 一年以后 他找到了与他的专业相关的工作 这种男人了不起 放得下有承担 他还遇到过控制欲很强的男人 他会一步一步的控制你 特别是谈到结婚时 控制欲就表现得更明显了 还有的人 别人的话听不进去 也不接受新事物 活在自己的框框里 自以为打球 吃饭 喝酒就是放松 他的心灵 却从来得不到放松 在饭桌上遇到过一些难事 滔滔不绝 只有自己说 不听别人讲 就庆幸的想 好在他不是我老公 他觉得自我封闭的人 语言无畏 讲过的事情两个月以后再讲一遍 就像录音机回放一样 他心目中的智慧男人 语言不需要太多 要尊重别人 能与别人沟通 即使不同的意见 也可以共存 而不是黑非即白 只有他自己讲的对 找男朋友 是把智慧放在第一位的 不必是老板 也不必太有钱 但起码能保证基本的生活水平 他希望找的人 有活力 不断学习 能以自己谈天说地 但这样的人他还没有遇到 也不是没遇到过他想嫁的人 但是被对方的情绪化吓坏了 就不敢结婚了 那是他在二十多岁遇到的人 加拿大留学 毕业后曾回流过一段时间 那时候在原居地 他遇到了来公干的前男友 这位男友按现在的话讲 就是富二代 而且年轻英俊 找到这样的男朋友 让闺蜜们很羡慕 与这位男士 互相见了父母 订了婚期 他经常去跟男朋友在一起 相处多了 开始出现问题 男朋友希望他什么时候都跟着 他与人谈生意的时候也带着他 他觉得很闷 很无聊 他宁可自己在家待着看书 未来的公婆很喜欢他 希望他们快点结婚 这时候一件事情发生了 父母要移民加拿大 批下来了 我就暂时搁置了婚事 随父母移民到加拿大 父母不懂英语 不能离开 后来父亲得了癌症 他更是离不开了 男朋友来加拿大几次推婚 带着他找了很多人算命 看相的摸骨的厕字的都看了 都说是好姻缘啊 应该在当年结婚 男朋友说 他舅父说了 被发大财 他怀疑男友的结婚动机 有一天有事外出 晚上回到家 发现男友喝了酒 摘了酒瓶 想用玻璃割脉 他心里就有点看不起这个男人了 小事就寻死 出了大事会不会杀我 他承认自己自私 就开始觉得这个婚姻不可行 男友不是他愿意过一辈子的人 这个男友交往了三年 还是分手了 看到周围朋友结婚后互相折磨 互相投诉 待在一起那么辛苦 为什么还要在一起 相处不开心 还要生孩子 这样的生活不是我要的 但老了没伴 会不会没人照顾呢 他说存多点钱 请个保姆照顾 也比让老伴照顾更保险 他还想等老了以后 跟几个合得来的朋友住在一起 一起出钱 请护士照顾大家 他不想住养老院 虽然他说不找男朋友 但是也不排除缘分来了 自然在一起 他要找的人是彼此尊重 彼此独立的 大家有共同的兴趣和话题 思想上可以沟通 他喜欢一天没死 就一天学习的人 大家都进步 有分享 关系才能长久 他应该允许两个人都抢 因为我不会装弱 感谢收看温哥华青霞访谈 虽然温哥华的单身男人比较少 但也并没有物以系为归 成为单身女 眼里的香伯伯 温哥华的一些男人 让女人失望 温哥华的单身男人 怎么看单身女人呢 我以后还会采访单身男人 听听他们对单身女人的看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点赞分享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